大家好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那点事吧 照实说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呢 本来都属于这个 一个国家的啊 那不都是前苏联里面吗是不是 后来苏联这个分家了啊 他们就分出了很多个国家啊 其中最大的就是俄罗斯 然后其他一些小国 但是跟俄罗斯比起来是小国 但是跟那些别的国家比也不算小 像乌克兰的面积也不少 那起码有我国一个省大了 那就不小了 人口也不算太少 但是跟俄罗斯比起来吧 他还算是实力不济 有人说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会不会引发三战呢 这个不太好说呀 有人说那不会那肯定打不起来 现在这个大国都负责人都保持理性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保持理性 那你说那俄罗斯要他理性一点 他不应该打乌克兰是不是 无论是从道义上来说 还是从他这个自身的利益上来说 他都不应该这么盲目冲动 发动这场战战啊 首先从道义上来说吧 确实他是不占领 你说你是一种自卫 你自卫 你你你 你自卫到人家的领土上去了 你上门 你打上人家的家门上去了 你说你是自卫 有人说那北约东扩把那个 炮口都架到银子家门口上 俄罗斯奋起反击 这不是自卫吗 你要这么说的话吧 也有点道理 但是呢 但是你怎么说 你虽然说你个 这个乌克兰有加入北约的意图 但是还没加入 你是不是 你现在出手 未免就是在道义上 起码你是站不住脚 但是从俄罗斯的利益来看 实际上这个时候 发动这场战争 显然 也不太 对自己利益 其实没有给自己争点什么利益 其实他之所以敢发动这场战争 那么就是因为俄罗斯 有可能这个普京对自己 过于这个自信了 过于自信了 太自信了 以前的俄罗斯 就是说那个 他太顺了 打这个打那个 俄罗斯他也不是善良俄罗斯 所以说 如果说咱们现在跟俄罗斯呢 处于一种友好 说是战略伙伴还是什么 但是呢 俄罗斯啊 也不是什么善良俄罗斯 他们就这么说 是不是 绝对不是什么善良 你说那个 美国到处惹事 到处那个充当世界警察 打这个消耐人 俄罗斯 他也没啥欺负别人 你以为俄罗斯 那是善良俄罗斯 你说普京大帝 怎么怎么的 普京大帝 他是俄罗斯的普京大帝 不是咱们的普京大帝 是不是 哎 你不要 有人说那你也是反对俄罗斯啊 你不支持俄罗斯 那你就是 你就是亲美 这么分析问题 你有点太二人对立了 非死即彼了啊 你 就说这俄罗斯 说的他的前边 啊 有他呢 跟美国就是制约美国啊 美国不敢太放肆 对咱们呢 是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 你想一想 俄罗斯如果 他比美国强大了 那么 美国强大 对咱们不友好 想压制咱们啊 想这个处处针对咱们 那你想一想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的地位 对调一下 俄罗斯占了上风 他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了 那你想一想 他会不会针对咱们 答案显然是肯定 你就无论是谁 你就别指望他 把咱们的利益 把咱们的国家的国家利益 民主利益 把咱们的安全 寄托在别人身上 当然呢 现在的俄罗斯 半死不活的 对咱们呢 是有一定好处的 他可以替咱们呢 扛一扛 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不然美国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到咱们身上 咱们呢 有点长手无路 确实是的 但是你说 俄罗斯 他又真的强大了 对咱们能有什么好处吗 也未必 也未必 是不是 就是说俄罗斯也好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还包括那个日本 还有那个 印度 这些国家 哪个国家 他强大了 超过咱们了 对咱们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你就细想 这就像个人家过日子一样 咱来说回这个话题 就说这个俄罗斯 发动一场战争 对不对 会不会引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可能性呢 不是说零啊 你就看一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怎么引起的 你可以没事 翻翻历史书 可以看一看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 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律 未来的事 谁能说的准 那以前很多人说呢 就是这个俄罗斯没打乌克兰之前 很多人就信誓旦旦的说 你绝对不会打的 那不可能打 那要打的话 那那那这 其实得不常识 或者什么利益 或者说无论你从站在什么角度 你就是说站在俄罗斯这个利益的角度 他也不会打 你现在怎么样 他打了吧 所以说很多东西你别做预言 也别做预测 只要有这种可能性 那他就会发生 你说照你这么说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打起来的 不一定 只能说不一定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太有了 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怎么打起来的 在前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 也有很多人说 哎呀不会打的啊 各国之间呢不能打 一打就怎么怎么利的 经济衰退 哎呀真到假话里 到那个地步了 那就不能形成那么多了 你像平常我们两个人啊 就说互相对骂 吵架也好 轻易不会说的那个 去对方一个死地 那毕竟是违法的 是不是 那你真到了那个地步 还写一声那些事呢 是不是 国与国之间 跟人与人之间 他也是一样 就看你 比到那个分堆 比到那个分堆 他就得磕 是不是 哎什么理性 哪有什么理性呢 要说理性的话 人类和各个国家之间 他就不应该发出战争 战争这种东西 谁能得好啊 背后的资本 两国人民 那是不带得好 上战场的都是穷人家的 当然我们都是和平爱好者 不希望发生战争 无论是你被迫的 自卫的战争 还是说你是那个 侵略他国的战争 对任何的一个国家 假如两国发生战争 那你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 肯定是最倒霉 那不用说 肯定是穷人家的老百姓的孩子 上战场 就是破灰 还在那叫唬你 打真好 可拉倒了 停 不要说得希望发动战争 就是说现在 即使有什么天大的什么不公啊 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啊 起码我们有命战 我们能活着 你就感恩吧 是不是 你就是满足吧 你现在乌克兰的老百姓也好 还是俄罗斯的老百姓也好 当然乌克兰的老百姓更遭罪 因为这个战火呢是在他们的国土上发生的 那么你说他们 不是断水断电 代表就是有可能那枪炮无眼 是不是 都说现在对平民的伤害比较小 对平民的伤害比较小 但是是那个上战场上那个士兵 不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呢 是不是 那战争就是生命的收割机啊 那可不是开玩笑啊 是不是 你包括那个俄罗斯 你发动战争 对俄罗斯的民众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 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有人说那不发动战争 他也制裁了 不如跟他干下得了 你停 哎呀 实际上啊 你不发动战争 你还能维持一个比较体面的 你像那个没发动战争之前 那个普京 到哪儿 不都是在西位吗 是不是 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你看看现在谁还 谁还尿他 是不是 谁尿他 还不那么深 谁还拿他 当个当个 还不那么回事 什么普京大地者呢 因为说 你不支持俄罗斯 你就是亲美 不能这么说话 不能这么说 我是中国人 我爱中国 当然呢 俄罗斯说的在前面顶着 对咱们有一定好处 但是呢 咱们也要清醒理智 认识到 俄罗斯 他也不是什么善茬 一旦他 强大了 对咱们呢 未必 就是一件好事 你就说 这个俄罗斯和美国 他们都是 资本主义国家 跟咱们 不是一道的 苏联都解体了 苏联是 社会主义制度 他已经解体了 你现在 你还想说的 咱们跟他 也就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换 正常交往 再提高点格 你说战略合作 是合作 但是 你不要把它当成自己家人 啥说 啥说 能保护咱们国家安全的 只能是 咱们自己人 只能是 咱们自己 别人嘛 他只不过是 你能给他带来利益 他也能给咱们带来利益 咱们暂时处于合作状态 合作是合作 但是这个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它得存在 一旦说 俄罗斯强大了 他超越美国了 美国变成一个二的国家了 俄罗斯变成一流强国了 你想一想 他也会像美国那样 处处打压咱们 肯定 这个不用太细分析 所以说呢 不要说的 啥事 哎呀什么什么 咱们就做好咱们自己 就说 咱还反过来说 这个俄罗斯打对乌克兰呢 真是有点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 不知道这个战争 什么时候会结束 但愿战争尽早的结束 让这个俄罗斯人民 和乌克兰人民握手也饿 战争呢 对两国人民的创伤 也是无比巨大的 老百姓是在战争当中捞不到一丝一毫的好处 没啥好处 老百姓 在战争当中 老百姓的生命啊 如同那个 路旁的吆哨 就跟他吵一架 那吵 战火一来 那吵 全没 你的生命 讲话你跟他吵 是什么 极其无名 你死了你就是那个伤亡 数字上的一个数字而已 是不是 就是一个数字 是不是 你的死有什么价值吗 有啥价值 人家生命只有一次 但是你说那乌克兰人 招谁惹谁了 你这个俄罗斯 你就发动了对人家的战争 同时啊 这个俄罗斯的老百姓 也是受害者 你以为打仗 他们都愿意上战场呢 他们不愿意 他和那个二战的时候 苏联抵抗侵略 他是两个性质 你毕竟上元间的国土 那老百姓 他也能分清是非取之 他也能明白一些道理 就是这么回事吧 这有些道理 你啥的 你得多少 你得讲点理啊 你不能说 我拳头硬 我就一切都是对的 那不行 就连美国他也没敢那么干 是不是 你俄罗斯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我拳头硬 我想打你乌克兰我就打 我打的就是有理 我就是对的 你在道义上 你要是对的 咱说北约国家跟你本来就不对付 和制裁你怎么能力 那些不是北约的国家 有几个支持俄罗斯的 有几个支持俄罗斯的 是不是 你就这么看吗 所以说他的道义上 他多少 他还是理亏一些 当然他怎么说呢 他说乌克兰本来就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 那是以前 那你以前是你 你现在已经独立出去了 怎么还能说是你的一部分呢 你像那个俄罗斯那前总统 就维德维杰夫 就什么玩 说那个原来那个基辅 是他们那个 俄罗斯的首主 是不是 你这么说就有点 那个强盗逻辑了 你真的是有点强盗逻辑 当然呢 我们还是希望呢 俄罗斯能够挺住 他挺住呢 他能 分担一点 美国对我们的压力 这个是事实 但是呢 也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我们国家的安全 各方面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你自己不强他 靠谁都白扯 那不是 那啥呢 是不是 好了 聊那么多吧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